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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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再度爆发 由冠状病毒引致的肺炎 除非人肉不敢吃 什么都敢吃 在野美施肿上 有机会有部分的毒物 可能是能够被感染 以至生发大量的病毒 疫症再度传入香港 回来 回来 当年沙士的经历 令港人文废严蜥变 你好像投资一后角 一直到 那我们唯有自己靠自己 我们严慎以待 希望走在疫情之前 其实手头上可以动用的资源 是比17年前更加少了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西一年听得最多的祝福说话 一定是身体健康 为了达成这个新年月望 过去几天 很多人都出尽法宝抢口罩 这种情况 在各区都有出现 2003年的沙士 为港人带来沉痛的一货 17年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为什么会重臨香港呢 这里有鸡 那里又有鸡 以走地继闻名的广东清远 其中一个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卖的不单止有鸡 还有其他的禽类 和肉类 我们来的时候是年29 临近农历新年假期 虽然很多档都已经没有开 但是可以看到 这些档口曾经卖的肉类 包括狗肉 还有山猫 山兔和山羊等的野味 市场里面留下了很多刺的铁龙 仍然满布怀疑是动物的牌丝物和毛 传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有当主声称 现在场里面已经没有再卖野味 没有 它又是什么 它说是由于内地近日爆发肺炎疫情 谁都不敢买给你们 哦 你看到那个肺炎 老人家想吃的话 有没有偶卖啊 现在 谁都不敢买给你们 现在这些公司都不敢买给你们 但是有当地人就告诉我们 现在没得卖 纯粹是因为那些档主都回了乡过年 没过年之前就有一些 芒薯啊 兔都有一些 家族 好像 好少 全部都回到过年 这些都是外省的 你自己 你自己 除非人肉不敢吃什么都敢吃啊 吃得的东西为什么不吃呢 从小吃都大了 又没见的 我上次我们公司体检 我一样没什么的 湖北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去年12月底发布紧急通知 承认市内一个海鲜批发市场 出现有人感染不明原因肺炎的个案 十日之后 内地专家初步判断病原体 是新型冠状病毒 这次爆发的肺炎 和2003年的沙士同样由冠状病毒引致 而病毒的宿主也都可能一样 现在很短时间之内 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肺炎 看上去是跟一些蝙蝠的冠状病毒 和沙士的冠状病毒是相似的 他们在蝙蝠的身上找到这个病毒 跟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是有九成以上的相似的 看到其实这些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是同源的 我们估计这些病毒可能 在由蝙蝠身上转转到人当中 怀疑最先出现个案的武汉 同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目前已经停业 但它被指在停业之前曾经有野味非法出售 本身是病毒学专家的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认为不能排除病毒是经由市场的野味传播开去 在野味市场上 其实你看到有不同的物种 它们很近距离 甚至可以互相接触到 它们一旦感染了之后 它们有机会有部份的毒物可能是能够被感染的 以至散发大量的病毒 以至可能整个地方有大量的病毒去流传 SARS其实我们都知道果子尼是一个中介体 它主要的源头很可能就是一个群群 但是人们接触到果子尼在市场上的机会大很多 它们不幸地为我们的一个传播的媒体 那我们感染了 我们就在人和人之间散播开去 病毒确实的源头和传播途径还需要时间确定 但是内地疫情不断扩散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由去年12月在武汉发现个案开始 原本一直公布的个案只是局限在市里面 直到今年1月20日 卫健委收到报告在多个省市累积了291宗确诊个案 包括湖北、广东、北京和上海 以及中国以外的日本、南韩和泰国都有人确诊 之后更加证实病毒会人传人 在广东有两个病人 他没去过武汉 但是家人去了武汉以后 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回到家里 这两个人分别两个家庭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 港大有专家透过数学模型 推算武汉当时已经有大约1300宗个案 我们也会觉得武汉是唯一一个 真的有一个能力 是有传播能力的一个中心 内地当局在1月23日凌晨宣布 武汉全市将会在当日早上10点封城 全面停运海陆空交通 并要求市民上班和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没有特别原因不要离开武汉 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阻止病毒确诊 全国每日新增个案不断上升 到31日单日再创新高 有2000多人确诊 我们到清远视察的这一天 那里还未公布出现疫情 在街市人流不少 但是无论买菜的人或是相反 都不是很多人带了口罩 有人带口罩 但是只是遮住口罩 不是很担心 为什么 暂时没看到身边有人发现这些疯狂 所以不是很关注这些疯狂 没有口罩 为什么 没想到担心这些疯狂 都不怕怕什么 可能会是野尾那些传染到 就是会有体验到人 现在也有一些中熟 广东省也有 为什么不担心 不知道 没有怎么看新闻 在街市外面的告示板上 贴了一张通告 说冬春季是急性传染病流行的季节 除了提醒商户 不能够违规出售野生动物 也都写明在活禽限制区里面 不可以现场卖活禽 我们问过街市里面的当主 那个街市正正是限制区 严禁售卖活禽 不过就在街市门口 有多个流动小贩 在当中卖鸡和鸭 除了放在笼里面 有些直接就这样放在地上 知不知道这里 是有一个缓门禁售区吗 就是不死卖的区域 区域吗 那我不清楚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害不害怕 比如你放了那些鸡鸭鸭 在地下 其实也有一些牌摄物 就是有些嘶嘶吊吊的样子 是有的 我会怕其实也很骯髒 有些骯髒 其实有些骯髒的 800宗确诊过案 造成近260人死亡 另外有243人康复出院 喂 小心啊 不要进去啊 而香港也在1月23号 首次确诊两宗全入个案 分别是一个由武汉搭高铁 来香港的男人 和一个曾经去过武汉的男人 之后几天陆续再有个案 直至昨天一共有13宗 年初三尺口传统不去拜年 很多市民会选去沙田车工廟拜神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场内几乎每个人都戴了口罩 而新年愿望不外乎是以下这一句 身体健康 买精神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最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飞碟快点过来 防疫工具也变成 每个家庭必办的年科 可以阻挡冠状病毒 除非抹传播的口罩 成为最抢手的货品 不好意思 当时只有20个而已 那你20个你应该去买吧 市面的口罩被大量买入 令到很多人都担心卖断市 一听到有店铺有得卖口罩 周围都大排长落 现在这个情况 看到短短一个月 扩散的出路比较大 会不会他们其实在 未有严重病症之前 只要被病毒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呢 这个比较棘手 比较容易将病毒散播开 并不能够说现在期望这个疫苗 是立即能够对这个疫情有直接的帮助 这个是几个月或几年之后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令我们担心的地方 社会上人人自危 政府的防疫工作能不能够令大家安心呢 下一节再看 内地疫情继续蔓延 香港在上个月23号也都失手 确认了手中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个案 政府的抗疫措施备受批评 加上公共医疗资源长期紧张 种种的配套是否足够应付大规模爆发呢 17年前沙田威尔斯医院8A病房 爆发急性肺炎 病毒之后扩散到市区 世卫发出旅游警告 游客止步 航班取消 街上人潮绝职 其中涂大花园爆发疫潮 居民在黄港中度日 政府首次引用隔离令 隔离涂大花园衣助居民 我当年030其实20岁的 那年刚刚考高考 在考试前两天就发烧 去看诊所没开 就转了去联合体 原来你住涂大 你的发烧 他顺势帮你照着肺 跟你说你有点花 所以最后就是被隔离了 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住在医座的陈生 对当年感染沙士的经历 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个个其实都很受盲惨 见到有些下了去深切治疗部 上回来 亦都见到有医护人员 明明这一刻照顾你 下一刻是躺在旁边病床的 当时陈生没有什么呼吸道病征 但是不停地窃 吊了两个星期盐水 要过几月之后才出院 这些针孔其实那一刻要插住 现在也有垃圾 出院其实那一刻开始有点脚痛 有祸背症是骨敷 但我都是比较轻微的那些 出到来还能走得跳得走得 接着半年复诊就没有这件事了 17年过后 陈生现在已经成家立室 女儿刚刚在去年年尾出生 虽然经历过沙士 但是她对今次新的疫情 表示不太担心 一直以来我对沙士这件事 不是一个很负面的情况 只不过是她有病 她会令人死亡 但是只要你做了预防 你就有机会会避免这件事的话 随身攜带 有些这样的洗手液 随身攜带 这个是老婆落的指令 家里也有不少防疫用品 包括消毒噴霧 N95和外科口罩 消毒湿纸等等 也因为女儿刚刚出生 特别添置了消毒机 消毒和风干的机 先保障孩子 未来的肺炎 我们就唯有靠自己出街 戴下口罩的模式 去保护家 如果不做 第一道房电也没有了 去年12月 武汉爆发不明原因肺炎 在随食当日 本港政府召开专家会议 评估本港防控措施 在1月4日 卫生署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并已经加强在各出入境口岸 为入境人士探测体温 不过并没有减少 来往武汉的航班 或者高铁班次 现阶段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最重要是 我们要把关 大家要个人卫生 是要检疫的工作 要做足 隔了两个礼拜 政府决定要求 所有由武汉 乘飞机来香港的旅客 提交健康申报表 但是经水陆两路来的人 就无需这么做 包括乘坐高铁 如果大多是人都要申报 如果大多是人都要申报的话 那些人流就开始多 聚集可能是那些空气 如果不清新的话 人多了 感染的机会就可能会大 第二天 香港首次出现高度怀疑个案 第一个是武汉人 由深圳乘坐高铁来到香港 第二个是本地人曾经去过武汉 其后全部确诊 政府之后才宣布 所有乘坐高铁抵港的旅客 都要做健康申报 但是未有扩展到其他口岸 这个时候社会上 已经有声音要求封关 口岸那些会不会划关 我想这个是很多 实际上我相信很难做得到 这个我想不是由我们 或者卫生当局去到决定 年初一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将传染病应变计划级别 由严重提升到最高的紧急 并公布最新防疫策略 包括延长中小学 和幼稚园农历年假 取消多项大量人群聚集的活动 例如香港马拉松 和无限期停开 所有来往香港和武汉的高铁 以及航班 不过政府被批评后知后觉 我们严慎以待 希望走在疫情之前 我也不觉得特别迟 或者特别慢 28日政府再加强防控措施 获中央同意 暂停发放自由行签注 香港亦都暂停6个口岸的客运服务 到昨天 政府进一步宣布 会安排之前已经由湖北 来到香港的人 或者曾经去过湖北的香港人 到检疫中心观察 但是重新不会全面攻军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三条中的原则 就是请各国不要采取可能助长歧视的行动 靠政府你只要等他发号司令下一步要做什么做什么 当他连叫你在公共地方 其实可以不用戴口罩 他都敢说的时候 那他有什么说不出呢 我们唯有自己靠自己 口罩要自己找 疫症不会让你擠牙膏解决的 是会爆你就收不到的 就是你是不是又是容许你住的地方 又有一栋楼被人隔离呢 除了市民提高自己的卫生意识自保 也有屋苑主动提升防疫措施 我们在一月初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 就是提升我们的大唐公共地方的消毒和清洁 除了市态的发展更加严峻 已经再将吸液提升 譬如我们就用1比49的凋滑水 去清沫大唐和地沾 每天都喷两次 大唐除了有酒精搓手液的机 也都施了一部细菌消毒机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将大唐的空气去过滤和消毒 我们自从武汉肺炎之后 我们都会加强了这个机的清洗 希望达到最佳的效果 叶卿国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居民的警觉性都很高 所以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套司 是有不同级别去提升的 如果这个事态延续一点 我们会再将公共地方 或者楼层上的卫生和清洁都会加强 截至1月31日 香港确诊13宗新型冠状病毒 引起的肺炎个案 全部都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 而需要被隔离的患者 都会被安排到负气压隔离病房 负压病房是指病房里的气压比房外低 所以里面的空气不会流出到病房外面 大有细菌或者病毒的空气会被抽走 经过滤之后的新鲜空气会进入病房 多数的病房都负压房 起码一个小时可以过滤到12至16次 所以里面的空气就是清新的 而且因为它抽的速度很快 如果病人割出来的飞没 未落地已经可以抽走了 这个可以保护到医护人员 也都防止到那个病毒是散出去 给其他病人的机会 医管局说 全港公立医院的负压病床 最多可以有1400张 部分一向用来做普通病床 截至1月30日 当局已经将近700张变回负压病床 当局都说有需要的时候会暂停非紧急服务 在72个小时内腾出所有的病床 但是有公立医院医生就质疑 非紧急服务对病床的需求本身不大 暂停服务能够腾出的病床都不会很多 比如我自己是一个心脏科医生 非紧急进入通波仔的病人 其实他住院的时间一般来说 大概是一天左右 所用的资源 所占的病房 占的病床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多 他也说现时普通病房使用率 经常超出负荷 很难再安置病人 如果疫情爆发到那个地步 你要将病床空置出来 用来接收这些病人的时候 你就要将现在已经躺在病床上 病人重新安置了 那你将它放在哪里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千四张放得出来呢 又或者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72小时之内就可以做得到呢 这个是很诚意的 黄任康又说 公立医院一共有的病床数目 比起17年前少了 原因是引入了负压病房之后 他要求的标准较普通病房高 例如床和床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 每个病室要有洗修间 因此每个负压病房可以放病床的数目 是远少过一个普通病房 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 经过一大轮的改装之后 总的病床数目 即使过去这几年 是有新病房和新医院落成也好 我们的总病床数目都是少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今次的疫情 像上一次那么严重的话 我们其实手头上可以动用的资源 是比起17年前更加少了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列造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而欧亚多的国家 陆续派包机到武汉接走国民 美国就更加禁止过去14天 渡过中国的外籍旅客入境 今集商人透视说到这里 再见